寶貝寫 委員長 部長長 想請問部長喔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了這麼多 想必就是都更的議題 也就是吵得沸沸揚揚的 那我們都知道 如果都更處理得很順利的話 那應該對人民跟政府 雙方面應該都是贏家吧 當然,都更是我們整個都市 也是我們內政部非常重要的業務 也是我们会积极推广的业务 不过好像文灵院这个部分 目前我们看来似乎是还蛮彻底失败的一个案子 那所以部长你站在中央 对你在中央政府的一个角度 不知道你怎么如何确保 类似文灵院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呢 所以我们在新的都庚的这一个版本里面 我们非常注重的就是权益变换的这个公平性 我们希望让不管是参与者还是推动者 权益都可以确保 另外说所有的资讯都应该是透明的 这是我们新的版本的重点 好那不过根据行政院的版本 跟台北市政府的有关都跟条例的版本 相较之下好像仲裁 然后跟协商的部分好像有蛮大的歧见 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像我们行政院这边采用的是就是调节委员会的部分吗 那请问调节委员会的主要的成分的一些人员 有哪一些不知道您知不清楚 这个细节我请署长回答你好不好 这个是就是如果都跟 是 对那他地方调节委员会里面的主要的成员 大部分的人员的背景或者是组成分是可以请您说明一下 不不不这个我是说各地方政府现在都有调节委员会 我知道对 那么都跟因为他是比较需要专业 对所以他的组成分子应该包括建筑师 是 物价师 是 还有当然这个开发商 对 还有地主权力义务之类 就属于比较专门这一块的 他跟现在的地方政府的条件委员会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里面都 可是我记得刚刚委员好像 部长好像跟之前委员讨论的时候有提到说 里面有一些人员其实都是地方人士或是有一些官派的背景吗 不是 刚才讲的意思是 现状很多调节的情况 民众都会委托民意代表 还有地方人士来做调节 那现在这个调组委员会其实 以现状来讲 现在有已经有七个地方政府成立 是 包括桃园台中市新北 台北市还没有 彰化 等等七个线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那你觉得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来看 你觉得调节委员会他的效力目前这样子有吗 当然以目前的效力是真的还需要加强 所以还需要加强 你也觉得还需要加强 那 关于仲裁的部分呢 仲裁 当然我们跟台北市政府比较不一样 因为根据仲裁法第一条的规定 就是双方他必须要定定有仲裁条款 你才有可能去利用这个仲裁法来仲裁 因为根据仲裁法的仲裁他才有法力效率 这是第一个 是 当然台北市政府他们所提出来的方案 他是希望有第三个平台 这个平台他们是指NGO这一方面 比如说社运团体 或者是相关的所谓的社会公正人士所组成的这些团体 来介入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看法是现在 因为不管是NGO因为他没有法律的授权 在法上面他现在没有法律的授权 那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建筑师工会 现在是几兆之间彼此信任的问题 那这信任的基础在哪里呢 他就是没有信任基础啊 他没有信任基础就是因为权力就是那个利益的分配 所以有可能会有就是利益的这些问题吗 不是 那彼此不信任是所有权人他觉得他分太少 那建商他觉得他不符成本会亏本 所以产生之间 所以刚才我记得蒋乃馨委员 说最大的癥结还是在这个权力分配 利益分配要公开透明 如果做到公开透明 我相信彼此之间的信任应该可以有比较好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署长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认为有公正单位 是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吗 那我们当然讨论过程我们是觉得不需要啦 所以我们在 所以在我们都市更新条例没有啊 所以你觉得不需要仲裁不需要第三 不是不需要仲裁 你如果两道之间有订定那个契约的话 当然是可以仲裁啦 可是我记得刚刚好像有跟其他委员解释说 中央针对这个部分它其实有法令的解释权 对不对 那你觉得你们的态度是不是应该再积极一点 替大家就是找一个公平点呢 因为似乎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还蛮模糊的 好像你们这边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完善 或者是比较适切的一个方法 怎么会没有 我这个很清楚啊 这个中间意见不一样可以协处嘛 协调 协调不成可以调除 那你确定它全部整个过程都是公平的吗 是啊是公平的 任何一方都是公平的吗 当然是公平的 那没关系 那我想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大可以讨论的空间啊 那当然当然 对因为毕竟新盛院它的版本跟市府其实有很大的出入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 没有很大出入啦 在仲裁的部分跟你写上的部分 我跟你说明一下两个都有协议过大概九十几以上都一样 那照理来说这样版本应该相同啊 那为什么的啊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有很大 没有很大的出入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嘛 因为这样听起来它并不是最适切的办法嘛 对不对 那市政府也不一定是最适切的啊 对啊 所以我在这个 我们在讨论过程 市政府都有参加啊 都有参加啊 没关系我觉得这还有很大的空间 是啊 因为你们两者的办法或许都不是最适切的 那你要怎么找出一个最公平的点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要再去讨论 是是是 对不对 那 讲到这个都根就让我想到 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你有没有去过讨讨论 你有没有去过社子岛 社子岛我当然去过还还算熟 那所以上个会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部长应该有过去参观过 社子岛我20多年前就常在那 那你的你的感觉呢 你对社子岛的感觉是什么 当然社子岛过去在历史上它被化作洪范区 是 所以它的整个开发是受到限制了 现在洪范区水利署好像让它解除一级管制 它有弹书 那既然它可以解除一级管制 它假如可以满足弹书的话 其实社子岛是非常适合把它变成一个 台北的曼哈顿吗 它是有机会有条件的 是没有错 如果照部长这样讲 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 我们马总统好像替好市长 被说了一张支票 说台北市它要启动700亿的预算 去启动社子岛的开发 那现在似乎看不到台北的曼哈顿在哪里 这个是这样的 因为这是台北市政府的authority 假如他们愿意做 我们内政部一定会在政策上面协助他们 所以这个意思是他们还没做 不他一定要是他来做不是我们来做 是这样子 可是2010年他那时候如果应该有规划的话 2012年应该已经完成了吗 这个我不清楚 他有 不是要请问这整体的进度是怎么样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他有一个台北市政府已经完成一个 我们叫做台北市市林摄氏岛地区的主要计划 这个是杜氏计划 已经完成了 那么他 而且在100年的6月已经公布 发布实施 那未来当然就是根据这个杜氏计划的主要计划来做 现在台北市政府正在做的就是说委托一个开发公司来做 因为他必须要做环品 环境影响评估 还有做区段征收的相关作业 就是整体的区段征收 因为 所以摄氏岛未来的开发他必须要做大量的填土 嗯哼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低挖 他刚才部长讲过这个黄虹他虽然是解除 但是他必须要做非常大量的填土 那填土工作他必须要在环品通过以后 然后再做区段征收 所以市政府是有在做啦 嘿有在 没关系 就是我希望说真的就是无论规划怎么样 或执行了没有 因为这个都是您口头报告的 其实从来没有看过说实质上涉质改变了什么 但是我相信给 请你给涉质居民一个机会 不要再让涉质居 台北市政府不是我啦 真的不要再 那一样嘛 没有没有没有不一样 我觉得你还是要跟后 你不能就是 那马英九总统开的支票是不是跟你也没关系 没关系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那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要替涉死的居民发生 不需要做二等公民 好不好